民国102年9月23号 当年大园后厕村在村长多年的绿美化规划下 道路两旁种植的许多龙博 与一旁的花圃呈现互补颜色的调和 营造出生生不息的自然风格 当年村长表示 大园临近海边 风大导致草花生长不易 因而选择种植不怕风的龙博来进行环境绿美化 不仅如此 当年后厕村常发生交通事故 因此当年村长也在美枝电线杆 道路的专角处最多事故的发生地点 种上成灯 大大降低事故发生率 从14年前就开始种植原型龙博 把前村已经逐步种到80%了 剩下20%因为机场要征收的关系 所以将来万一要征收的时候 可以讲这80%的人型龙博 移植到20%的地方来种植 在村里面每个路口都装有太阳能警示灯 在另外在一个比较大路口 比较常发生车祸的地方 会再加装 加装闪烁的红灯这样子 让它更明显有辅助的效用 装了之后 可以说几乎完全没有车祸的发生 要不然以前在几桃子之后几个路口 可以说天天都有 另外当年村长也介绍了后座村的信仰中心众圣宫 每逢元宵、中元、中秋等社会都热闹无比 一般还有供奉万善也的荫庙 而且特别的是 两庙共用炉座 洋庙在金炉烧、荫庙在银炉烧 是当时全台唯一的一座荫阳共用金炉 十分特别 据有综合报导 中文字幕志愿者 二座